再重整或是如何扭轉七八成的市民都反對這個情況 一年之後你們說會在2025年中匯報減費工作 這一年會看什麼 是否一年之內看到某些情況有些條件 是可以一年之後就可以實施重推垃圾徵費呢 我想先從一個正面的角度來看過往幾個月我們發生的事情 固自然對於立法收費這個我們現在的法定的計劃 我們覺得真的需要暫緩 但是在過往幾個月裡我們看到藉著各樣的討論 也有些先行先試參與的情況 整個社會對於減費回收的了解 大家的認同和支持度 我們看到是多了很多的 我們推行垃圾收費的目的 都是我們要去推動減費 也希望推動回收 所以我們看到過往幾個月這個現象 其實是對社會的氣氛 我們看到是開始向一個好的方向去走的 也都在過往幾個月的討論 你都看到社會上很多的要求 就是因為多了人出來他們做一個分類回收 他們把廚餘拿出來交給我們的廚餘筒 所以對於我們的廚餘筒的數目 對於我們的回收網絡 那個要求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都在這裡要求一定要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氣氛 我們需要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為什麼昨天我在立法會那裡說 我們不只是暫緩 我們回去慢慢研究 我們把握這個機會出來 我們大幅度去擴展我們的回收配套 擴展我們的廚餘收集的網絡 在這裡我們都會大力做一個宣傳的教育 第一 將人們的焦點調整下去 就是我們做這麼多功夫的目的 都是想去推動減費回收 這件事是重要的 所以未來一年我們會集中在一個 第一 擴大回收去做 第二 在宣傳教育方面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一年裡 第一 我們可以做到大家對回收減費的認知行動 第二 整個社會的氣氛可以調整在焦點裡 是因為那些氣氛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錯誤的 記者 section1 早點選擇 9點選擇